第二次题,2425是个题组 老师在白板上使用白板笔以相同的力道 并以一笔化的方式写出粗细相同的三个字 直线、mol和口,如图所示 若此三间段的长度分别为5公分、15公分和20公分 书写的时间依序为各耗时1秒、3秒和4秒 回答24跟25题 二次题是问 老师用白板笔在白板上写出这三个字 施力写哪个字所做的功是最大的 那我们了解所谓的做功呢 就是力量乘以位移 这题已经告诉我的 我的施力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要乘位移 看位移的大小就可以了 那么同时呢 力跟位移之间要互相平行 因为我们守在写字的时候 我们的施力永远都是跟我们的位移都是平行的 所以每一段所走的距离都要升进去 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位移 那题目已经告诉我了 这个位移是5公分 这个位移是15公分 这个位移是20公分 所以我们发现写口字的时候呢 它的位移是最大的 所以它的做功也应该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第二次题的答案呢 应该选择的是C 二次题问我们说 施力写哪个字的所做的功最大 我们答案选C 写口字型的时候的做功是最大的 因为它的位移是最大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